最近很多好友都在学习自己发豆芽 今天就来画一张超级可爱的豆芽发芽图 这可能又是一次从粗陋到精致的变身之旅 首先在卡片上布四方点子阵 以一个点为核心 向四周的四个点画豆芽 芽头向外 然后以这四个点分别为核心 向它们各自的四个放射点画豆芽 芽根向外 这个过程虽然不太容易描述 但是你只要多观察我画的过程 就能够比较容易了解 每一个芽头和芽根之间的相互关系 大家看我画的时候经常要停顿一下 那是因为我也要一直观察全局 看好中心点和放射的四角点 再落笔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每个点和它四周的点都用豆芽连接好以后 在空位上画豆子 豆子的形状就是椭圆 可以不那么完美 因为豆子都有胚芽点 会有一点凹陷 大致模仿一下吧 并不立求逼真 画好这一步 整幅画的基础就打好了 你看是不是有点乱乱的 不急 我们现在要让它画腐朽为神奇 现在开始在豆子和豆苗以外的地方 涂黑色背景 我通常是用黑色水彩笔 大致确定背景位置 然后再用签字笔勾勒细节 这个勾勒细节的过程 其实也是把豆苗和豆子的外延 给加深和细化的过程 同时也是修正整张图不完美的部分的过程 背景有了以后 会不会觉得整张图清晰了许多 然后开始给豆子和豆苗上阴影 很多人一听打阴影就头疼 其实你看 我们并不是照着石膏模型画云椎体的每月学生 我们也不追求极端的逼真 作为抽象画 就有一个大致的形象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豆子的一头留白 其他地方涂黑 然后用涂抹棒把阴影由深到浅 浑染开 豆子立刻在卡片上站起来了吧 豆苗的牙头 按豆子的方式 简单涂个留白的阴影 根部略略 根部略略带过即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结一下 可以说打底图的过程是给整张图基本元素的定位 只要定位好了 有些小瑕疵并不要紧 第二步 黑色背景是调整基础图的过程 经过背景填色 线条被整理到位 第三步 图阴影的过程 则让画面最终风格凸显出来 整张图的灵魂就有了 从视频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画画其实挺豪迈的 并不太纠结细节 你可以和我一样 但也不必一样 任何风格都被接纳 只要你画起来得心应手 找到内心的喜悦 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